美国时报报道了一个诺贝尔奖福德者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会像日本一样 出现一个失去的十年 失去的二十年 失去的三十年 说中国像日本能学到什么 也没有他那么强大的邻居力 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广场协议带来的后果 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 中国其实得到了好处 叫什么呢 叫日元溢出 九十年代 中国得到了大量的日元资产进行投入 对中国的投资主要的来源 是日元溢出 这其实不要嘲笑人的 这也是广场协议的直接后果之一 因为日元仅仅在日本市场上 造成了房地产和股市的双重泡沫 直到安倍晋三 他上台以后 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从2012年开始 让日本恢复了每年 接近百分之一的经济增长 才算是勉强 有了一点起色 到了这两年 日本的工资开始提升了 可能在中国有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一点 不论是日本还是台湾 在过去的岁月中 至少有十几年工资没有明显的上升 这其实是经济高速增长被中断了以后 或者叫这个进程被打断了以后出现的后果 我看到有人在评价 好消息是呢 中国不会有持续的所谓失去的十年 坏消息是会比这个更糟 我们看到的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的文章其实主要想表现的是一个 长久以来出现在中文权利的一个论调 叫中国会出现一个溃而不崩的状态 而事实上不太可能 中国既不可能像朝鲜 也不可能像委内瑞拉 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 即便原先曾经在石油水口方面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诱发了石油价格战的爆发 但最终它有先天的优势 它在南美 所以从农作物 日照各个方面来考虑 它可以陷入混乱 货币可能会崩溃 但它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那么朝鲜呢 朝鲜有自己的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搞出一套独特的经济 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岁月图 可能大家注意到的那种双轨值 它除了这个正常的公民经济以外 它还有一个军队的经济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非常强大 所以它足以保障 体制内所涵盖的这些人员的安全 当然了你能看到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 全国只有一个跑 但它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 这时候会出现多大的问题 外界一直对朝鲜有猜测 它没有什么实际证据 我们知道它会有死人 但它有死人更多的原因 是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通过苏联对它的扶持 无论是农机具 就机械化农业 还是机械化农业所需要的化肥 石油就是它所要的柴油 和这个化肥都是石油的副产品 那么苏联稍微棒一下 它就渡过难关了 所以对它来说 在朝鲜人眼中 苏联是老的哥 中国是老的姐 你们两家一闹纠纷 咱就不好站边了 但不管怎么样 两家对它稍微扶持一下 它就活过来了 直到今天 北韩所控制的人口 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像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 要想进入那种 完全靠别人援助一下 就能撑过去的 我想几乎没有那一笔 其他国家帮不了你 你的人口技术太庞大了 所以你会饿死人 你会出问题 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 在低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还能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它甚至在海外 还有一个跟日本目前GDP 差不多的隐形日本 而中国呢 投资海外的这些 所谓的财产 绝大部分被官员 来走到 瓜分一空了 现在能撤回的 在2016年以后 陆续都在往回撤 然后剩下的在外面的一些 就永远也撤不出来了 更多的可能变成了账面数字 那么你跟别人没有什么类比性 理想溃而不崩 基本上是不现实 中国和其他的经济体 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在于它的人口 而且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如果没有对外贸易 其实中国是养不活这么多人 中国真正没有大面积的死人 没有出现人之恩的现象 没有出现这些人人惨剧 也就改开以后的这么三四十年 就如同人民日报前两年 曾经公告的一样 物质风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它就早就告诉过你要做好准备 那么现在中国人做好准备了吗 那显然意见 太多的人都不愿意谈论这些问题 所以有一个外国人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笑 这个世界上真正了解中国的 外国学者其实是很有限的 包括原产于中国的这些人 但他们仅仅看报表的数据 他们跟喜康一样 都不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 在风调雨顺的年代 至少在政治层面上 风调雨顺 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掩盖下去 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出现的更多的是讲政治 专业领域内的专家 一再被抓捕 反复的被清洗 有点像三十年代 在苏联出现的现象一样 其实我们在大清洗的前段 内蒙原来倒查二十年 查煤炭 后来陕西 喜康上台以后也开始倒查 你以为他查的是煤矿 查的是四大乱建吗 其实他是一种报复 那么 喜康一直认为 陕西秦岭是他的龙脉 你在秦岭批的这些别墅 不是在龙脉上打钉着吗 破坏龙脉 他抓人是有自己目的的 那么今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是 在医疗领域内也开始倒查二十年了 这东西很好查 因为他有电脑 因为这些医生 这些医疗系统类的从业人员 他们拿会客是拼业绩的 相比于医院给他们的工资 可能医药代表给他们结算的点数 更为可观 那么现在完了 医院的电脑里都有记录 到差二十年他真的能查得到 而且他既然宣布已经动手 说明前期的资料都掌握得差不多了 中国国内也不断的清洗 你还奢望在经济下滑 全球给他订单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他能继续维持下去 甚至在有些人眼中 他还能会维持几十年 像僵尸一样 走向朝鲜 这其实都是人们的调侃 在现实层面上不太容易 能够决定他是否能生存下去的 主要还是他能不能喂饱自己的十几亿人 无论他人口是不是被印度超过了 无论他到底有多少人 俄罗斯学者说有八亿人 那么索罗斯的论断 他跟改开之前差不多 这个大概十亿到十二亿人 比中国政府公布都要少个一两亿 两亿左右 再怎么说起来 也是十亿以上的级别 想养活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在经济下滑 全球订单越来越萎缩的情况下 中国失去了高速经济增长 所有掩盖的问题 原先被掩盖这个问题 都会爆发出来 很遗憾 他不会有像日本一样 曾经成绩到稳定 最后寻求突破的 这么一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这也是习胖他们为什么会提前进入疯狂的状态 早在二零几年 最少在零四年左右 中共就意识到了这一个 他们不是今天才开始动作的 习胖上海以后的所有动作 其实在他接任总书记这个职位之前 中共党内就有过一些争论 到底如何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就像黑色党把他们自己称为我们的事业一样 中共共同党人也是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那么选了习胖这样一个领导人上来 实际上是党内一些派别 对在未来的社会中 能够继续共产主义实验 做了一次尝试 中国人现在付出的苦难 以及未来所面对的一切 都源于这个政权 还试图把这种意识形态 这种政治制度延续下去 我们都应该知道在上个世纪 整个地球差不多有六十多个国家 尝试过社会主义运动 那么大家都失败了以后 剩下来的中超越古老 好像也就习胖 他的中国 他认为能够继续玩一玩 其他人不玩 或者说玩不成功 玩砸了 他没有认为在他手上 一定会有相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是共产主义实验 在中国的继续 既然他在继续 而且事实上 我们也看到了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经济 将持续低速 甚至有可能进入负数 那么如何判断中国社会 即将面对的情况 以及观察 它到底存不存在崩溃的基础 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相信争论的时间不会太长 因为中国特殊的情况 决定了它很难 复制别人的成功 甚至别人的失败 像日本沉寂的20年 维瑞尔拉 嘀嘀啪啪的在走 朝鲜这样搞新军政治 全国就剩一个胖子 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不可能出现 至少 不会是一个长久的存在 所以动荡 将变成没一的选项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